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11月6号周一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本周本地见走活动 应暴雨天气继续暂停一次 请大家相互转告 健康生活走起来 省长们和地区领导齐聚加拿大东部城市哈利法克斯 与小厨斗讨价还价 本届省长会议为期两天 议题主要是碳税问题 以及加拿大人日益严峻的生活成本压力 自从联邦政府给使用燃油的10个省份碳税宽限期 BC省因为自己征收碳税 而似乎要变成没人管的孤儿了 省民和反对党一再要求一笔政府减免本省的碳税 跟着联邦政府的脚步 然而停征碳税 维多利亚政府将出现巨大的财税缺口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0月份宣布暂停家用燃油碳定价三年 同时扩大补助计划 帮助低收入加拿大家庭支付安装热泵的费用 BC省和魁北克省等不在联邦燃油税的管辖区内 所以享受不到联邦的补助 谷歌地图上标注的温哥华都会区的建走步道 小伙伴们不一定都能走下来 更何况有些地区相当危险 本地的救援队提醒大家 北温佛王美山后面 到肯尼迪瀑布的谷歌地图步道 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个地区山市陡峭密布悬崖 已经有很多人误入迷途 甚至意外死亡 刚刚过去的周六就在有山友被困 又说是跟着谷歌地图来的 幸运地被发现 由救援队的直升机救出 就在今早发稿前 谷歌地图删除了这条不存在的步道 据央视网报道 今天11月6日 第六届进博会迎来新品集中发布 各项配套活动也全面展开 包括442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 新技术核心服务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